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繼續回來玩Pokemon的激進洪 這次其實我們一開始就想去捉一些精靈 我想先捉上一集的打擊鬼 因為打擊鬼其實我也想要 還有上集都說過一個重點問題就是 我的精靈大部份太慢了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隻快一點點 咦? 這隻很快,但普通也是 咦?精靈不同了 咦?也是一樣 也是飄蟲 我們看看能不能撞到一個真男人 咦?現在有鴨石蟹在這裡 咦?冰雪巨龍又有? 他的精靈是... 有很多個南瓜 他是不是有天氣系統呢? 好了,我剛才去了衝一衝 衝一衝,洗一洗頭 所以樣子應該跟剛才有一點點不同 好,我們不要緊,我們繼續吧 我們繼續打這個... 捉這個真男人 好像感覺上都有點難撞 我怕會不會超出了他的level 好啊 因為他現在已經有26 好啊 是鋼系 其實會不會已經夠打呢? 不如我們試一下吧 試一下吧 試一下這個組合 他能不能贏 首先我們先用的 當然就是這個冷迷 OK,來了 如果真的不行 好啊,我們就減掉了 這裡呢 他會用的是... 他會用急動拳 那這裡如果我用定身法應該是OK的 因為他很... 啊,他很... 啊,對,他用U-Term 不要緊啊 如果是這樣,我們直接用這個毒技 烏泥攻擊 哇,會心了 這一下 吸這麼少呢? 會不會太少? 好,大狼犬 用咬住 水之波動 水之波動 他幾隻都有果實 其實都挺屈肌的 我們玩家好像沒有果實 現在 我們走吧 用... 頭蓋龍 對了,可以先死了 這裡再用... 暴曬龜 岩石打磨他 打磨有多快 先看看 打磨了應該就很快 我們打磨一下 自我再生 然後我們用咬住 再咬住 怕 用自我再生 咬住 怕 怕 怕 啊,喂 凍風 哇,這麼聰明 他有凍風 神經病 過分了 他的技 他連降速度的手段都有 我們用... 要不要換 這裡換一換 他用急 哇,他用兵拳 原來這裡 還要用草成結 這個NPC真是... 那裡很厲害 烏泥炸彈 哇,又要輸了 不夠打 不夠打 很厲害 其實我們是不是沒有果實 如果我們有果實 也有機會 有,有文有果 有文有果有不同說法 我們可以拿這些文有果 這些文有果好像會回給我們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們試一下吧 我們試一下這三隻 裝文有果 OK 接著爛泥一開頭 他會用烏泥炸彈 OK,就這樣吧 試一下吧 這裡再生 他這裡... 泥巴炸彈 還是烏泥工具 因為毒瓦斯 毒瓦斯都有用 然後這裡他會用超能力 我們用彈狼拳 嘩,他這麼聰明 這裡他會用什麼呢 不知道 先用虛張星勢 他用急動拳 那就虧了 這裡 不要緊 如果他打到自己一下 我們就賺了 因為他用物攻技 OKOK,打自己 哇,扣很多 這裡是不是都是果實 咦,不是果實 再咬 打自己 搞定 下隻浮游 浮游 浮游就有點難 因為他一定比我快 浮游 我們用虛張星勢 高足星勢 其實有機會還沒死 沒有 沒有機會不死 嗯... 這裡我們用 暴水龜 還是爛泥呢 用爛泥好像比較好 爛泥好像比較好 爛泥我們用 烏泥攻擊 水之波動 嘩,好痛 不過不要緊 我們身上有果實 有機會 嘩,又U-turn 嘩,如果他這輪U-turn 先看看 這裡有岩石彈王 幻象光線咬住 害怕啊,喂 害怕啊 害怕 凍風 嘩,他真的很聰明 瘋 哦,沒有了 又輸了 他很聰明 他的技能 他見到我速度高 他馬上用凍風 嘩,真的好像人 玩到 那樣 那些人說 不太難打 大狼犬 其實大狼犬高一點 就已經贏到了 不要緊 我們繼續回去捉 這隻真男人出來 我覺得有了 有了一隻 打擊鬼之後 應該是差很遠 我覺得 換一換重馬 我們換大狼犬 先升一下 因為大狼犬真的蠻厲害 在這裡來說有用 可以是我的隊伍裡面 唯一一隻樂系 因為有一隻樂系都差很遠 可以頂到一些超能力 例如對方是超能力的重 其實我可以用大狼犬抵擋一下 但好像還未出現 真男人 這麼難撞嗎 還是他真的太多什麼呢 他太多其他的重 所以他撞不到出來 其他隻高逗貓 玩到fake out 你就知道 他的NPC厲害了很多 嘩有彈彈 彈彈也厲害 但是最慘的是 那隻什麼 那隻 寶石海星 寶石海星有冰技 還有那隻蛙都有冰技 所以就算你草系都沒有用 那隻蛙真的厲害到 我覺得NPC應該會知道我有什麼技 然後再分析 好像有什麼賭神那套劇 知道我底牌是什麼 然後再分析我會怎麼做 現在就好像這樣 滾動 都可以要的 不要火花 雖然他的性格是減了物工 但不要緊 他應該都是未必作為主力 真的撞不到 撞不到 撞不到打擊鬼 各位 我直接試一下 試試吧 我們現在有文猶果 在身上 應該可以打得贏 我覺得 用錯重一點 這裡先用 去張星勢 急動拳 這裡再用咬住 噢 不應該用這隻 一開始要用爛泥 然後再用毒 之後他就會用超雲力 我們會用大狼犬 為什麼這個套路不同了 為什麼這個套路不同了 有點不同 他的兵拳很痛 但我也打得他痛 這隻真的不錯 攻擊力很高 我們用炒炒豬 他這裡一定會用水技 水技 我一定會先死 這裡 先死 咦 他竟然會走 哇 一下子撞死我 有什麼可能 爛泥 一爛泥 暴細龜 暴細龜 暴細龜其實都... 暴細龜未必可以 暴細龜 用這隻 我們繼續用毒 用毒殺 Trick out 有機會 有機會 中了毒就OK 其實只要毒應該要必留 我覺得 贏了贏了有機會 哇他的技能這麼厲害 他的招 他的招是 他的招是水技 還是蟲的招 因為 之前 是不是有招新技能 你看 頭浮細龜 他有草技 這隻 這隻還沒死 對了 換頭過龍 輸了 這裡 輸了 他撐不到一下 下了草成劫 為什麼他的套路不同了 他沒理由 那招技可以打得痛 這麼厲害 就是那招 加換重過一招 這裡 這裡用 讀一下 先 這招 這招 我不知道是什麼技 據我所知 就是那招重技 但是 重技可以打得死 火系一下 這麼厲害 沒理由 他這裡很聰明 會馬上走 急凍 我也咬到一半 但這裡也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咦我不是有果實在身上嗎 他果實吃了嗎 他果實吃了 是不是 還是我只有兩個 我只有兩個 我只有兩個 不要緊 我們給 這個 這裡其實我們試一下不要走 他如果會換重 對 他真的會換重 為什麼 他覺得我會換走 爛泥 OK 那我們就贏了 有機會 急凍拳 好 這裡換大狼犬 之後再用咬住 有機會 這場 由於他弱智的關係 搞定 只有最後一隻 一隻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用寶細龜 之後用岩石打亡 他再用岩石鋒 岩石鋒 搞定了 應該贏了 我應該大部份 都比他快 來吧 炸彈 呼类攻擊 這招 我等一下檢查一下 這招是什麼 搞定 贏了 終於贏到了 最難打的是他 他那隻 很快 好 送你一個最喜歡的技能 這招 快速折返 用在水 這招真的是水技 所以是 對 他不是蟲那招 我正在想 為什麼他火技可以一下 蟲技可以一下 打死火系 沒有理由 因為這招是新技 你看 新技沒有一隻學到 都適合嗎 我這隻無細龜 學不到也很合理 因為他這麼慢速度 好了 我們現在就向上走 找了一個正輝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現在上去找 嗯 都好彩 不用怎樣 不用怎樣卡都可以贏到 真的 都是升少少 就已經過到了 嗯 毒技 火 火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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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真男人 因為現在沒有了 我也是 不要緊 我們繼續向上走 我是2號要認真 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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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毒系 好 3號在這裡 沒那麼容易被人搞定 就是做毒系 啊 對啊 他是地面系 地面 泥巴 地面 可以轉其他 這裡有追射樹梟這麼厲害 還是 還是打過什麼 是吧 奇怪 爛泥 不是 灰塵山 垃圾山 對 又出了這隻東西出來 哈哈 這麼奇怪 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看 看到現在 我還以為是那些什麼野生精靈那個分佈 不知道是不是 恭喜你打下了我五位火 五位的訓練家 你有沒有加入火箭兵團 我們是以一場精靈為主的犯罪組織 你確定加入我們 看來要被一些硬的令你沒辦法拒絕 小炭仔 再見 再見 按住 按住 以你的能力你可以成為高級的幹部 按好機會 真的浪費 我們看看這個導航有什麼 找出特殊的野生精靈 真的有追射樹梟 難道是真的 嘩 這裡龍蝦也有 對啊 有機會真的有 哇 冰砌我 試一下他第一次是不是 真的 他第一次是凍結頭 我覺得這隻有用 這隻兵是 有沒有用呢 也有用 有用 有用 好 我們找一隻低弓 少少的打他 哪隻低弓 好像沒有低弓 這隻 頭過兩隻用追打 追打 捉一捉來看看 OK 兵砌我 看看這隻兵砌我 加特防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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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要改成性格 還是捉一隻好像快一點 天秤柳 咦 柳木妖 柳木妖 柳木妖是鬼 草 這個貝殼一定會斬死他 又有愛意追擊 不是 我以追擊這招看回英文說明 是說 他吃了傷害 他才會再增加傷害 這是雙打技能 雙打技能 所以其實沒什麼用 我想試一件 這隻不是草系 為何用毒技打他 有沒有弱點 為什麼沒有弱點 為什麼沒有弱點 剛剛有一個果實 剛剛沒有了果實 剛剛不是草鬼 然後用毒打他 會有加成什麼傷害 還是我記錯了 記錯了傷害 OK 這裡又有人打 好 藍石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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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他都比我快 封了一下 真的差點 速度 回去買精靈球 然後再抓多一隻 兵砌我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了 紅鬼 紅鬼其實我不考慮了 因為他的速度太慢 我現在整隊都很慢 我覺得這隻遊戲的管主 其實大部分都是 也是 都是屬於 啊 箭除龍也有 箭除龍 但是 箭除龍厲害 嚇死了 好可惜 如果他不死我也會抓他 這隻遊戲的管主 全部都是 可以出去打架 可以直接跟人 PVP 對 這麼難抓什麼 可以 有了 兵砌我 女生 我們先先 在這裡 接著我們換一隻 勢力點 打 啊 一發打死了 他 用箭除龍打 會不會死呢 不知道 啊 因為他剛剛破教 OK 他這裡破教 可以用大力點 猛撞 OK 接著我們換一隻大龍犬 然後抓他 朋友 行了行了行了 好 我們回去看看這個兵砌 我是什麼性格 希望是不要減速度 或者是減攻 那就OK了 好 穩重 又是減防 不知道減其中一個 加特攻減防 真是 一般的 我們再抓多一隻 我們快點抓多一隻 有了 馬上來 大龍犬 大龍犬 好 他頂多我一下 我容易追擊 那個防禦應該也不低 進來吧 我 我需要你 隊伍需要你 哇 又難出來 丟這麼多個都不行 他連我都結冰了 我的大龍犬 再看看 要求不高 要求不高 認真 什麼都沒有 這個 這個OK 哇 我攻擊 攻擊是D加 速度是S 其實速度應該不算太有用 我覺得 因為他也是 被人打掉頭盔之後 開始厲害 好 我們拿出來了 我們現在的戰力就是這樣 對比一下 豬 不是 這兩隻 這隻 認真 都是無加無減 S防禦 C 攻擊 其實這樣看 很明顯是戰脫龍 好 我們帶戰脫龍 不要頭蓋龍 頭蓋龍還要未進化 然後再帶回去炒炒豬 在身 暫時我的隊伍就是這樣 現在這裡 然後 6隻 裡面 只有一隻快 就是這隻 大狼犬和兵砌 我這兩隻 都屬於OK 但是這隻 企鵝 他要脫掉頭盔才會快 不然都是後製 還有 他那個 他這個凍結頭 一定是食物理傷害 才會脫掉頭 如果他直接用那些火花 噴射火焰 應該會馬上死 這個企鵝 對 好 我們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